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那我也很高兴和大家分享我怎么样卷头发 其实卷头发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 我觉得你就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方法去卷就好了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怎么卷头发的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头发 我头发的还是算是蛮长的 这样是直发 量大概就是中等吧 也不是说很多也不是说很少这样 卷头发之前最好就是头发保持一个比较干净的状态 然后用梳子要把它梳柔顺了 我已经梳过了 然后卷头发之前呢我喜欢喷这个水 这个就是我最近比较爱用的叫做 2-way oil in water 它主要呢就是为了保护一下你在卷之前呢 先保护一下你的头发 今天卷的那个是外卷就是全部往外的这样 所以我这个卷头发的卷子呢就是一个这个就很普通的一个卷子 它多少米里我不太清楚 我待会儿调查一下我给它写在下面 这个是我在Donkijote买的就是唐吉科的 我想很多来日本旅游的朋友都喜欢逛那个店是吧 我就在那里买的 我一般是调到180度这样 它在闪还没有好稍微等一下 好了 然后呢我一般我是把它头发先分两边 然后呢从后面开始卷 就是从后面先拿一小桌这样出来 就是至于拿多少量 我觉得就是差不多 就差不多这么多 像我的话像我这个头发是中等的量 我算了一下就是差不多 这边就是差不多七 七桌这样 这边差不多八桌这样吧 就差不多了 七八就是大家自己可以调节的 反正差不多这个样子 全部都是往外卷的话 就这样有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夹子 这样给它加上 从中间开始是往外 从中段开始这样往外卷 这样先给它卷上 然后这样轻轻的拉 这样按一下它就可以拉开了这样轻轻的拉这样 一直把最下面都卷到 这个 然后再往里面卷 这样的原因呢是因为一般的发根的话呢 比较容易卷 然后中间呢不太容易卷 然后给它放下 哎这个没有第一个没有卷好 没关系啊先这样吧 那第二个开始练习 这总是很多失误的 拿这么多这样 然后外卷先给它加上 从中间开始加 然后这样卷一下 然后拉 拉的时候就把这个地方按一下 它就可以拉 让它松一点 因为这个发尾比较容易卷嘛 所以我们都是从中间开始卷 然后这样 也不要一直卷到头了 今天呢就是保持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 所以就差不多就卷下半段这样 OK 这个好像比刚才那个好多了 然后松的时候呢 是 就是这样 往下一点 然后这样绕着 绕着 给它松开 因为这样的话呢 它就能够 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好我们再来做 再来做一个 一边一边卷头发 一边说话好难啊 然后我还怕烫到我的脸 也是一个外卷 就是这样 这是第三个 先夹到中间 然后这样往上卷一下 轻轻地拉 这样拉 拉开 然后再往里面卷 就摸得稍微 它有一点烫烫的就好了 然后把这个 往下 往下拉 松开的时候 把这个棍子往下拉 然后这样绕着 把它绕着 放开 OK好了 那这边就卷好了 就给它全部放到后面去 然后再卷这边 这边也是全部都是外卷 刚才这边好像卷了六卷的样子吧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这边就放下了 OK 現在就都捲好了 捲好就給它都放在後面 這個樣子 現在讓它放在後面 因為現在還有熱度 等它全部涼下來以後呢 我們再來弄它 讓這個熱度呢 讓這個卷再保持一下 好了 現在這個頭髮已經涼了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就用梳子梳一下 因為我想追求一個比較自然的效果 就用梳子把它梳直了 就這麼梳 沒關係的 就是 捲頭髮我覺得還很重要的呢 就是前面 這個前面 這個上面頭髮的這個弧度也很重要 我覺得現在這個弧度 我現在上面這個弧度可以了 沒有什麼問題了 但是如果有的時候可能 如果你想你上面頭髮再更不好意思 你可以再稍微給它 再給它加深一點 就是加深這個上面 讓它稍微更泡一點這樣 就好,然後不停 就這樣做了 就這樣做了 又在說什麼 就這樣做了 就這樣做了 對面 就這樣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我觉得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呢 我用我这个 这个发油 叫做La Casta的这个发油 再给它 再茶一点这个发油 更加的柔顺一点 OK好了 我卷我的头发就这样 我就卷好了 有的时候我喜欢这样 给它放在后面 然后这样 或者给它放在前面也挺好 如果要是你 你还可以再茶一点发胶 如果想定型的 像我一般我就不茶发胶了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 这样还蛮定型的 然后到明天呢还有卷 但是到明天的话呢 这个卷就会大一点 就散开 就更自然一些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卷法 希望大家喜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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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